远远半航的我国海巡人员 没在玩双关 但蓝色公路海上观光船 一杆游客真的饱受惊吓 中国大陆海警 惊吓海域常态化巡查 如今说到做到 创造在我们禁限制水域内 实际执法的事实 以具体的行动来表示说 他不承认这个禁限制水域 按照中国大陆船舶网站资讯 金门周围禁限制水域 19号上午11点 就有大型海警船在外站岗 争端山雨欲来 执法常态被强制重新定义的导火线 是2月14号大陆快艇 在金门北定岛禁止水域越界捕捞 拒绝我国海巡检查后的追逐站 意外翻覆造成粮死 陆方态度从谴责 升高为直接否认 我国禁限制水域的存在 实际作为更一天天强硬 那么我们可以预期的是 中国日后他可以以默许 或甚至是鼓励 这个中国渔船 在我们禁限制水域周遭 作业或者是偶有入侵 到我们禁限制水域这样的方式 那就制造一个治理的问题 那以这样方式来测试我们 就是海巡的反应 为了防止擦枪走火 执法单位能退让吗 升高冲突和坚守底线 正面临了两难处境 但事实上我认为 中国大陆基本上 不是在给我们做法律战 那从他的现在作为来看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执行的是 些相尝试的收回他的主权 很多人也许理解是阴谋 但我认为就是一个阳谋 他就是不怕你独立就怕你不敢 所以他采取了一步一步的方式 逼你走 让台独让他有一个出兵 或者是武统或者合统的一个正当理由 法律战之类的文工 还需武力作为底气 大陆海警阵容 堪称全球最大的同性质单位 1000吨以上执法船超过100艘 还有两艘大过美军神盾舰的万盾级船舰 不但规模超越多数国家的海上正规军 部分舰艇火力也不输军舰 特别是2021年通过海警法之后 执法驳火的标准 形同由陆方自行定义 我国未来第一线应处 或许不是海巡能独立面对 特别是如果中共的大型执法船舰 是舰长还是后面的海巡署 还是海委会主委 甚至是要行政院长 这个基本上我们可能要 要去建构一头出来 不然以后我觉得会 中共一定会用他的船来 压破我们的相关海巡 而且如果比船只的数量 我们一定都不是他的一个对手 学者分析 陆方后续可能借着海市海警 共同互娱 增加我国的处置压力 但是台湾茶器三无船舶 错了吗 茶器这样子的渔船 基本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当然有一些 台湾内部的声音 说我们要去跟中国谈 那我自己的疑问是 我们要谈什么 这个我们进献至水域 不要了吗 问题终究得回归两岸关系现况 共事不在 所有行政默契 也逐渐被打破 习近平执政以来 他慢慢从就是经济的发展 跟福利的提供 转向了所谓的民族主义 跟爱国主义的操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任何一种对涉外 或涉台的事物发生的时候 中共是没有办法退让 或者是不做生的 他必须要向他的民众 展现他的强硬的那一面 争端其余政治 也只有政治才能降温 事发不到一周 获救的陆籍船员 已经得以遣返 防火墙的轮廓 隐约可见 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也清楚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绝对是不乐见 因为在这个事件 而导致区域紧张情勢的快速升高 M503和台海中线问题的海上翻版 最怕520前 两岸关系还没重新盘整 压力却又快速累积 TVB新闻 何江一日甫 台湾到 殡葬业者一大早就开始张罗 露传翻覆事件 两名死者的头期 但上午家属并没有现身 他们讲的就是说 身上有多处的伤 其实我们在验的时候 是没有这些问题 只有两个地方有擦伤 20号上午死者家属 抵达金门处理后事 但却不同意遗体火化 因为对于真相还存有疑虑 而各界也感到疑惑 为何海巡迟迟迟不公开释发画面 在金门地检介入调查后 他们也说明了 同仁在高度专注维持平衡 及准备强靠登检状态下 至该名负责搜证同仁 为其拿取搜证器材 当下94名海巡 由于巡防艇 没有配备监视系统 追逐过程中剧烈晃动 很难维持平衡 才会导致没有搜证 但也强调不影响 事实真相的始末 只是海巡的声明 还提到这点 事发当下海巡就提到 对方蛇行巨简 追起过程不慎落海 只字未提 两船有接触到 因此更让人怀疑 为何第一时间不说清楚 将来甲方为事情犯来决定 有没有必要来安排结果 船只反复是否与船身接触有关 双方各说各话 真相也难以还原 而检方针对两名陆籍生还者 以证人身份训问调查 虽然他们对海巡的执法程序 没有意见 但陆委会要求签署 遣返证明时 却被陆方代表拒绝 我们不想看到 在区域里面的距离 我们在专业观察 北京的行动 我们继续建议 拒绝对 并没有任何积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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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不针对渔船事件评论 立场就是支持 维持台海和平 而我国主美代表 于大雷接受媒体采访时 也表示 令人担忧的趋势 是北京利用事件来改变现状 惊吓海域事件 两岸情势也引起国际关注 TVBS新闻 王云亭来 来听 金门采访网报道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途律全開北洋西人區 影響世界的保障及益力 抵達金門快速下船離開 全城不發抑語 陸船越界事件發生六天 死者家屬二十號早上抵達金門 由全州的紅十四會派員陪同 只是陸方發言當下 情況一度有點緊張 这个要说明 绝对没有用什么粗暴的方式 经历用词的部分就修正 在整个过程 我们这个立法行政 绝对没有像刚才那位先生讲的 有什么粗暴的方式 对于越界事件 双方依然持有不同看法 但我方也尽力配合 协助两名死者后世 家属下午也到码头招魂 而另外两名生还者 还寻帮忙买新衣 让他们一同搭船回家 对 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 未来身体健康 两人平安生还 但也酿成两死悲剧 台港澳副主任通过镜头 要求公布真相 希望台湾方面 公布事实真相 严惩 警官责任人 完成了两名生故船员的 遗体相验程序 那后续的处置 本金马鹏分属 将依照家属的需求 及期望的伤葬仪式 进行后世的安排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家属将亲人的骨灰 带回故乡 传言家属希望早日离亲 而检察官勘验 巡防艇结果 回报没有发现固定的监视器材 因此当时追逐真相如何 恐怕无法这么快还原 TVBS新闻综合报道